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稍稍的减缓了 不过这好天气相当短暂 到了晚上感觉又变天了 明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 我们先带你从卫星云图上来看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在华中地区不断的有水气 在向东移入 在台湾附近云亮水气都偏多 再加上我们持续受到 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白天 在迎风面的北部 以及东半部地区 降雨的情况又会开始 慢慢地变得比较明显 降雨的范围会比白天来得更大 天气更不稳定 会陆陆续续地下着雨 特别是在我们的基隆北海岸地区 降雨的情况又会比较明显 而在中南部地区 虽然说云亮偏多 但是偶尔还是可以看得见阳光露脸 天气会比北部地区来得更好 只有在中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东北季风持续的影响 再加上水气增多带来降雨 各地将在温度上的变化 再带你从地面天气图上来看了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各地清晨的温度都偏低 仍然是能感受到寒意 目前在北方的冷高压 是正在东移出海 不过在后面仍然是有一波的冷高压 在持续的南下 明天台湾附近仍然是吹东北风 所以各地的温度上 跟今天的差异不大 在北部地区 清晨低温下探15 6度 而在白天高温也不会超过20度 再加上下雨的关系 所以北部以及宜兰地区体感温度上 又会比今天还要来得更冷 而在中南部地区 白天因为阳光露脸的关系 高温会来到25度 现在这是北南族的各部落 正在进行年季的时间 明天台东地区虽然说云量多 但是降雨的几率不高 温度感受上也很舒服 相当适合户外活动 随着2016年的角度逐渐的接近 各地的天气也会慢慢地在趋于稳定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